那我們還要來看到從歐美帶起風潮 進而鋒鳴全球的電動滑板車 因為便利好入手 成為不少民眾的移動代步工具 台灣有很多人都購買騎乘 只是這個通勤心寵 其實在台灣的法規下是違法的 提起支架踩上踏板 不用十秒鐘帥氣俐落 徐徐微風迎面吹拂 展現居高領下的自信 別人的一小步是他的一大步 從歐美帶起風潮 吹向全世界的電動滑板車 因為收納簡單 騎乘容易成為不少人的通勤心寵兒 我覺得其實它是一個蠻潮的東西 從我家到上班 我就騎他上班 車位比較不好找 有時候停得比較遠 這個滑板車拿出來 然後騎著到辦公室去 然後等於是比別人更加輕鬆 也不要更快速的 電動滑板車 從入門款到進階款都有 其中入門便宜萬元有找 進階款兩萬到三萬不等 業者透露一個月能賣出近四百輛 民眾因為便利入手 只是在方便背後卻容易碰壁 目前法規還沒有通過 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 騎的時候會被攔 警察就有說不能騎 然後要他們拿起來 外面國家都可以租了 就為什麼台灣不行 騎乘方便的電動滑板車 屬於慢車 現階段沒有路權 只能在私人封閉場所騎乘 一不小心騎上路 很有可能就會受訪 立法院日前三途通過收證案 增訂個人行動器具種類 將電動滑板車 平衡車 獨輪車 通通歸類入列 但民定只能搭載一人 而且最大的行駛速率 還必須在二十五公里以下 只是可以行駛在哪個路段 時間和速限規定 要不要掛牌列管 相關的管理辦法 還是得交由地方政府訂定 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縣市 敢跨出底部 再度把球丟回中央 因為目前北市府統計 到今年四月 像是電動滑板車的 個人行動運具 已經取締250件 現階段還是只能沿用舊法 若是真的違法上路 最高開罰三千六百元 模糊地帶等待法源基礎 使用者只判合法上路 能完成停車後的最後一里路 記者 鱷魚林氏環林氏達 台北常常報導